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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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体会不到爱的感觉 这样的爱还有继续的必要吗 让我们掌声有请这一对 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刘23岁来自河北学生 女嘉宾小乔22岁来自河北学生 来 有请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 校友是吧 嗯 谁追的谁啊 我追的他 我们就是参加了一个社团嘛 然后看他找得挺不错 然后私底下就交了微信就没有了 追了多久啊 追了两个多月呢 哎呦 现在谈了几年了 谈了一年多了 喜欢这女生吗 喜欢 对人好吗 好 好 好 为什么他今天要来我们这儿呢 今儿你要来的是吧 是 来的目的是 我感觉我现在特别委屈 诉苦来的 对 我就想让导师们过来治治他 他这个人不特别大男子主义 就是在他的思想里 男的就必须得高高在上 女的就得什么都得听他的 而且脾气白特别爆 爆到就能大停往上之下 穿一下三轮车 可是那个什么情况呢 就有一次她姐来了嘛 她姐来了 她姐就是在那个地方参加婚礼 然后回来的时候 就在车站那儿给她送手机 还是个下雨天嘛 然后她就说姐也没吃饭 让我买点东西 买点饭 我就去我们食堂给她姐买了饭嘛 她还特意跟我说说 让食堂阿姨把那个菜给热热 你说我又不是不知道 她特意跟我说 你也够较劲的 这都是细枝末节 然后呢 然后这事就过去了 我就跟她一块去走嘛 然后我就跟她说 我说给你姐买点零食吧 因为这一路上时间挺长的 这样吃零食就说也不无聊 她当时没好气地就跟我说 买什么买 赶紧走吧 我姐也是着急回家 没那么多时间 我就那么一说 我说赶紧走吧 买什么买呀 那你当时跟我好好说不就行了吗 干嘛那么冲呀 你一冲我不也着急啊 然后我心里也不好 我就说了个 我说反正是你姐不是我姐 一去这个然后她就生气了 也不理我 我就喊了她一下也不理 她一直往前走 然后呢 然后我就没跟着进车站 在外边等她 她进去给她姐 把饭拿去之后才出来 想发现我没跟着她 出来之后就开始对我发火 发的皮肚可大了 出来她手里有把伞嘛 然后开始摔伞 那么多人把伞摔烂了 冲我大声吼 她的脸都贴到这儿了 冲我吼 那么多人 关键这还不解气呢 刚刚一脚踹了 人家一脚三楼车 那么多人丢不丢人地 穿三楼车 乖 哎呀三楼车的主人 还是为老爷爷 看人家好欺负还是怎么着呀 那么多汽车 你怎么不穿汽车去 这女孩说话可以啊 怎么不控制自己的情绪呢 没什么事儿 没多大的事儿啊 我觉得就是 我们两个在外面嘛 你怎么着也得给我点面子 你就是我不叫 你就乖跟我进去 不是完了吗 我凭什么乖乖跟你进去啊 是你姐也不是我姐 说得没错啊 给你买饭 情分在那儿呢才陪你去 干嘛陪你去啊 那么多人 你不嫌丢人 我还嫌丢人呢 行行行 你也别那个吧 你真嫌丢人 你也不跟他来了 还是老师帮着制制呢 行 你还有什么事儿去说吧 关键是她 她回去之后 我是自己走回去的 我走了一个多小时 烫着水回去的 她自己打车回去的 然后 为啥呀 就是我当时不想搭理她 我自己拿着伞往前走 她也不上来追我 那你自己打个车走呗 我就心里生气嘛 所以还是你自己 愿意淌水 以后千万别 跟别人生气的时候 拿自己的身体开玩笑 然后回去之后 她就去找我 把我叫下来 都没这么说 然后就抱了抱 买了一点水果 吃着就过去了 这不挺好的吗 怎么可能呀 我说了那么大语气 然后就抱了抱 买点水果就完了呀 不然你怎样 那怎么着也得跟我 多说说吧 怎么着也得好好 到一次算吧 那第二天 你们俩又在一起了吗 我就不 这个事我还没原谅她呢 还没原谅呢 这叫巅峰事件是吧 还有别的事吗 有 我感觉这个人 特别大男子主义 就什么都得听她 我不能有自己的爱好 她有她的可以 我不能有我自己的 比如说 就是我在我们学校 比较喜欢打排球嘛 平常没事的时候 是一周训练两次 然后正好赶上上个月 我们有比赛 好几场的比赛 所以就得天天训练 每次训练很晚 回去之后我也很累呀 回去之后她就跟我吵架 说我不陪她 那你刚开始的时候 一周就去那么两三次 我当然没什么事 但是后来你知道 从早上六点多 一直打打打 然后中午吃完饭 然后下午还去打 一直打 打到晚上八点多 然后回去聊两句话 她就睡了 持续了一个月 我受不了 你受不了啥呀 她不理我 我也没有不理她 不是 你想咋陪你呀 那起码 跟我每天都出去放了 那那那怎么着 你这样之后 她怎么对你呢 就是跟我生气啊 吵架 你说我每天 我每天训练 也不是光我一个人 这样训练啊 我们队的所有人 所有女生 都是这样训练啊 你打排球 你能进国家队啊 我打排球 我就为了进国家队啊 我就不能用我自己 打排好呀 你进不了国家队 你就回去给我洗衣衣服啥了 你干嘛天天还得打排球 我凭什么给你洗衣服呀 我每天这么累死累活的 在这儿打排球 每天回去都没有劲 我还给你洗衣服 问问 她打完牌就回来 你帮她洗衣服吗 不了 不在意了 就是她回宿舍了 对吧 你给人洗衣服吗 不洗 为啥不洗啊 你不是嫌她不理你吗 你就多给她洗洗衣服 她就理你了 真是 还有别的事吗 有 还有就是她特别不会哄 就是这个哄字在她脑子里 就没有这个概念 啥意思 你好 就是由此我们去出去玩嘛 我跟我朋友玩完之后 当时我包她拿着 回去之后我就发现 我的包就是里边的眼霜 就是少了好多 我就问她 她说你这是眼霜呀 我以为是护手霜呢 我就涂了 当时我一听我特别生气 因为这个眼霜是我省了好长时间钱买的 花了好几百买的 我自己都舍不得用 然后我还没有跟她 发特别大的活 她的脾气就上来了 嗓门比我都大 你说你哄哄我不就得了呀 不道歉还说我小气 那我对花片又不了解 那你用这钱跟我说一声呀 我不就用了一点嘛 你至于跟我生气嘛 你怎么就不问我 我的意思不就是说 想让你给我道个歉吗 你哄哄我 默默我的头哄哄我不就行了 从来不哄 在你的心里 是不是只有你们男生 可以发脾气我不可以发呀 还有就是你说游次啊 我拿他就是拿手机翻嘛 无意间翻出了一张 就是他跟他前女友的照片 我心里特别不舒服 然后我就是那种语气的 然后我说前女友真漂亮呀 他你说他又不傻的 肯定能听听我什么意思呀 换作别的男人肯定就会说 哪有你漂亮 这都过去的事 你都不知道他说了一句啥 他说我现在就喜欢不漂亮的 都跟你开玩笑了 你开玩笑你笑了我哭了 再说前女友都以前的事我都 那你怎么不杀他呀 都已经不在乎了 意思你就说我丑呗 因为我的丑你才追我的呗 那不是跟你开玩笑 那你好啊 那你上次 我当时就是拿了他手机 然后就是看了上 然后看一个男的 你妈挺有意思的 特别亲密 一拿手机就能看出东西来 来来来 特别亲密 怎么了 就是有个男的 然后对他称呼特别亲密 拿手机怎么能看出来这个呢 称呼 其实是这么回事 就是他刚刚不说 我们也是在一个社团吗 现在就是我是我们社团的主席 那个人吧是我的一个学长 我们两个就是之前在一个社团过 但中间都退了 现在他在一个公司上班 然后他们的公司呢 需要在我们学校宣传 宣传就需要的一个场地呀 所以他就想托我 托我跟老师要这种场地的条 就是想求我办事吗 就叫了个亲戚的一下 我也管不了人家 在这我也没跟人家互动呀 追到他身上 我也管不了他叫什么呀 然后他就生气了 让我把人家给删了 关键是你要是有平常的人啊 我删可以 但是人家公司跟我们社团 每年都有合作 你不能因为我一个人 就把我们整个社团给糟蹋了 杀了人家以后还怎么合作呀 一点都不顾大局 那我就看这一次 其他还有没有我还不知道了 你还小心眼啊 特别爱吃醋吗 嗯 除了吃这个学长的醋 还吃过谁的醋啊 我就是有时候跟男生在一块嘛 然后他也会非常不乐意 就跟一个保镖似的 没听懂 就是你看就是还有这个事 就是第二天 然后场地不是披下来了嘛 披下来之后 然后我就想着 怎么着也得过去看看嘛 或者帮帮人家忙什么的 反正不能不露面啊 然后我就过去了 然后他就一直 就是紧身地贴着 一直跟着 意思就是说这是我的 你谁都不能动 我当时去了 我是以一个主席的身份过去 你怎么着又得给我一个面子呀 干啥去了 我就是不希望他跟其他男的接触 这不是正常的交往嘛 正常交往 该叫什么叫什么呗 成功那么亲密干嘛呀 叫的啥呀 就叫了个孟王 哦 小明 最后一个字是孟是吧 就叫孟王是吧 哦 然后你觉得受不了是吧 对啊 挺好的呀 分手吧 你干嘛呢 我跟他提过 他不同意 不同意就不能分了 他 其实有时候对我也挺好的 说出来的好吧 就是 就是有一次他们出去实习嘛 实习可能需要半个月吧 但是我反正我就跟他发了个消息 我说想你了 然后他第二天 也不告诉我 就回来了 你恐怕也没告诉 实习单位老师吧 跟老师请到了 还有什么对你好啊 平常其实有时候 让我生病了或什么的 也会买药啊 其实有时候 还想你挺周到 说白了是舍不得是吧 但是男生身上 又有这么多的缺点 又受不了 既舍不得又受不了 于是你的诉求是 就是希望老师们 帮你修理它 对 是吧 一起进入邱比特问卷 小刘 你好 你好 你有爱好吗 就比如像他喜欢打排球 你有吗 喜欢球类运动吗 平常在学校 会跟我不错的同学 打打台球什么的 打台球 对 你又打不进国家队 你打台球干嘛呢 男生和女生 男人和女人是平等的 并没有一个会高高在上 他的爸爸妈妈生养他二十多年 不是为了给你做牛做马 当保姆的 给你姐姐买饭 给你洗衣服 照顾你的生活 这是他心甘情愿 因为爱你去做的事情 既不是欠你的 也不是挨你一头 你懂吗 懂 但是你不是这样做的 而你对他脾气暴躁 踹这个 扔那个 冲到我面前大喊 穷妖俱呀 我不知道到底是什么 让你在面对爱情的时候 或者面对他的时候 表现出了极强的控制欲 为什么要那样去对待一个 爱你的女孩呢 她肯定是爱你的 不然你做的那些事 换一个女生 今天来这现场就不会说 我想请老师帮我治治他 咋治啊 我们也不是大夫 我觉得要治的是你 他做的那些事情 你愿意啊 你老说他不哄你 因为你不用哄就会好啊 所以是不是你的状态 也放纵了他的那些行为呢 所以我觉得男孩 你要真切地调整 你自己的状态 这样的状态 换做任何一个女朋友 都是受不了的 但是他愿意跟你继续走下去 你能改吗 我能为他改 你能做到哪些 你说说我听听 我可以 把脾气收一收 嗯 然后呢 这都委屈都快哭了 我可以 你特别委屈吗 我说的不对是吗 不是委屈 那是什么 还是觉得我说的不对 是觉得对不起他 对 所以我希望你在未来的日子 好好地珍惜他 我就想跟孟蒙说 如果这个男孩愿意调整 愿意改 你看他现在真的非常真诚 我相信此时此刻 他是真的在抱歉 而且我希望你用最好的自己去迎接那个真正疼惜你的人 好吗 祝你们幸福 谢谢 好 谢谢孟蒙老师 我突然想起来前两天看到的一段话 叫 你被什么保护 就被什么限制 能为你遮风挡雨 也能让你不见天日 也许你们的状况没有我看到的话 说的这么现实啊 但是我确实看到了一丝影子 而男孩刚才可能想要表现出来的那一丝委屈或者是眼泪 确实也能让我感觉到 其实你在心里里还是喜欢她 也是觉得之前做的那些事是比较过分的 但是你的脾气太坏了 当你觉得在公共场合女朋友有可能没有给到你面子的时候 你所要表现出来的就是一定要尽可能最大限度的 不管在什么样的场合都要让她感受到你所有的坏情绪 所有的负能量 而你不会花一点点时间去想在这之前 你有没有过让她心酸和委屈的地方 因为那个时候你心里全是你自己 如果说一个人的脾气老是掌控不住 那如果他有与之相匹配的能力 那我们也可以为之称赞 但是我觉得在你身上没有看到这一点 我不知道你能力大小 但是以你的年纪我觉得你首先做到的 要是要学会怎么样管理好自己的坏情绪 否则不管是这个女朋友还是下一个女朋友 你都会遭遇同样的问题 像你那样不顾场合的大喊大叫 你要做的改变是更多的 好吗 希望你们能继续好好的在一起 好 谢谢 所以形成了一种认知障碍 这种认知障碍会让他在日常的生活里面流露出来 让你很不开心的那种言论 他和他爆皮其实是两件事情 情绪不受控是情绪不受控的问题 认知障碍是认知障碍的问题 所以我是觉得是情绪不受控这件事情 我们也许还可以通过一系列的方式来进行调整 但认知障碍这件事情就是他强烈大男子主义认知障碍这件事情 除非你自己真正能够意识到这一点 然后你能够真正的意识到女人是很厉害的 你能够意识到未来的世界很可能 在很多地方是女性做主的 你能够接受这一点去拓展你的认知边界 你才可能会发生一些改变 好 就这样 好 谢谢陆琪老师 他有对你好的一面 是吧 这我相信 其实他是想为你遮风挡雨 但前提是你要听话 你听话我就对你好 但你要是不听话 那我就不能放滚 刚才说了四件事 咱们一件一件说 第一件事 他叮嘱你给姐姐买点饭菜 并且还要热的 你反嘴给他了一句话 我就那么不懂事吗 潜台词是我还要你教吗 于是他生气了对不对 你为什么生气啊 你不就是认为我在教你怎么懂事呢 你居然告诉我 我不需要你教 恼羞成怒了吧 第二件事 打排球 他打排球 你打台球 他可是排球队的主力 你台球打得怎么样 就你在你台球圈里面 和他在他的排球圈里面 谁打得好 他打得好 第三点 他非常心无芥蒂的 翻出你前女友的照片 非常自然的说了一句 你前女友长得还行 这会儿你来劲 我现在就喜欢不漂亮 你可抓住了一个机会 压他一头 第四件事 眼霜就那么一丁脸儿 那边在这边 我就像那边 杀了一头 你又送了一头 再来 你带过来 你带过来 我会把你分辨 了 就是 我会把你笑 我会把你引起来 我对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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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两位 请回吧 来来来 好 请关门 来吧 看年轻人们自己的选择 请开门 至于未来怎么样 好好地去经营吧 好吧 你选择男朋友就这样以后 别抱怨了啊 来 有请我们的小花童 有请 来吧 我们来一起见证 属于你们俩的浪漫时刻 各位请见证 来来来 请亮灯送给你们啊 好好实习 别乱跑啊 来 谢谢两位 请回吧 谢谢你们 不想确定日期 那场幸福之力 来天难回应 在爱你等着你 女生可能觉得今天来的目的 就已经完成了 修理好了 如果觉得没修理好 下次还需要修理的话 我们也接受返修业务 是吧 好了 我们来看下一对嘉宾 在他们的情感经历当中 到底遭遇了一些什么呢 掌声有请这一对 有请 男嘉宾邓先生 27岁来自湖南个体 女嘉宾李女士 24岁来自湖南个体 来 有请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啊 这个谈恋爱谈多久了 谈了一年多 怎么认识的 我们是在湖南长沙 考驾的时候认识的 聊来聊去啊 就加个微信 慢慢慢慢熟悉了 就感觉和世界在一块了 今天是谁要来啊 我要来的 你要来干嘛呀 他要跟我分手 他要跟你分手啊 一个他说我对他不管不顾啊 也不关心不照顾 要说一年之内买房啊 在深圳 这压力挺大的 我也来的有限 一下子也做不到 在深圳买房啊 不不等等 你们俩刚才不是说的 在长沙学的车 怎么要到深圳买房了 什么情况 我们是这样子的 就是在长沙的时候呢 就学会车了 来后面我深圳有个亲戚 在开那个便利店 我就跟他说去深圳 那学习 学习到那来后我们自己开 那你们在深圳的生活状态 和工作状态是什么 生活状态就是 他在我亲戚那店打工嘛 您呢 我这一边做我自己的事情 也帮我亲戚拿货啊 就拿到各个超市里面去 来后这个矛盾点就出来了 那不是一直在亲戚那打工 怎么就有矛盾点 他又抱怨那份工作 我亲戚对他不好 我也不好说 一边是我亲戚 一边是女朋友 后来呢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他就辞职了 后面我就辞职了 辞职之后干嘛去了呢 这我们已经 懂这个经营和运营了 就合起来 我猜了20万 他猜了10万 去开了个自己的店子 等于两个人凑在一起 凑了30万 对 开了一家便利店 对对 是不是这么个意思啊 对 然后这店谁在经营啊 他在打理一直在 你在打理 对 店打理的怎么样 还可以吧 就是平常我一个人看嘛 然后他也不管不顾的 我一个人上货啊 然后收银啊 碰到一些早茶的啊 他都不在嘛 都是我一个人处理 那他在干嘛呢 他在外面拿货 哦 那不是他不干活 而是他因为要配送货 所以他不在 是不是这意思啊 嗯 然后呢 怎么就出现了冲突 说他要买房了 他又说借口 是因为什么呢 因为就是房东要涨房租嘛 房东要涨房租 对 然后我这边资金周涨不开 我就想问他要点钱 嗯 他就说他没钱 钱呢 钱去哪了 你不是一直在配送货嘛 我前年年底 开了个店 亏了三十万 就前段时间我买了台车 您还欠三十万的外债呢 是这意思吧 对 然后又买了台车 现在在跑运输 是吧 对 因此你在这儿没钱 对 等于你问他要房租 周转 他拿不出钱来 对 就产生了冲突和矛盾了是吧 对 然后你就踢出来让他买房 嗯 因为我没有安全感嘛 他的几万块钱他都拿不出来 来了拿什么钱去谈未来嘛 对吧 所以我觉得要买个房子 最起码要有个住的嘛 那他连几万块钱都拿不出来 怎么去给你买房呢 你是不是觉得他手里有钱 不想给你 对 他要求一年之内让我还完钱 两年之内就在三岁买房 所以那你来这干嘛呢 人都提出这个 他要配手啊 我就来评一下你嘛 你怎么打算的呢 我个人是有耐力 一年之内把这个钱还去 但是三岁买房 他说你可以给个两年三年 我可以给个手付是不是 你说一年我说的太死的话 明白了 拿不出这个钱是这意思吧 对 那你这个就不对了 你明明知道是这么个状况 两个人一起奔呗 你干嘛呀要 你分手就说分手 你也不用这个方式 人家会觉得说 你是以此为借口 要跟人分手 也不是 是他误会了 主要是我想解开这个矛盾嘛 因为之前在他亲戚那里上班 然后他亲戚对我也不好 我就觉得我们两个开个店嘛 后面他也不管我 就觉得如果我们要结婚的话 肯定要买个房子嘛 对吧 不是你们要打算结婚吗 那你打算买房 那你也得把你的消费关 给叫得下来 你做个头发 六千多块钱 手上视频 你看一下 我是在那里 还不给你的消费 是不是 我吃个饭 我10块20也会去计算 要买房要结婚 两个人抬下心来 是不是 才有机会达到那一步 你也别说那个一年就买房的事情 要一步一步来是不是 那这个头发 我看你是误会了吧 这头发我是当了一下发膜 就是帮我剪这个头发 那你的视频呢 那你那个视频呢 那你也有视频啊 我哪里有视频 那你的话表不是吗 咱先别说了 你喜欢她吗现在还 说实话 我就是觉得有 你们现在经历了很多嘛 你陆陆续续知道她欠了债 对不对 然后在深圳可能 她跟你承诺的到深圳是个什么样子 结果到了深圳是有落差的嘛 再到自己做老板娘 她不帮你嘛对吧 你现在还喜欢她吗 反正现在我就是 属于不讨厌她吧 因为有时候我跟她聊天 她老是一句话就把天聊死了 有时候我都觉得很不开心 如果说你这个习惯不改掉的话 那可能以后也有机会不在一起 是不是 行 所以女生给了一个真实的答案嘛 我不讨厌你 我也谈不上喜欢 那你这次这个提出让她买房 并且给了这么严苛的一个期限 你觉得她能做到吗 我觉得她努力的话还是可以做到的 我们可以共同努力嘛 你是什么时候知道她欠了外债 就是这次房东涨价嘛 然后我就资金周转不开 我就想问她要点钱 然后她就说没有 她说她还欠了这么多债 三十万的外债对吧 三十万的外债对你来说 是一笔大数字还是小数字 对我来说的话 可能是一笔不小的吧 你在意这件事吗 我比较在意 也就是说发生了这件事之后 你才要求她买房的 是这意思吗 对 在此之前你没有要求过她买房 对 而且这次买房要求的 还是带期限的 这个期限的目的是什么 给她期限就是说 给她一个压力嘛 如果说她没有压力的话 她可能还会欠更多的债 有这个压力就会成为动力 其实你是想帮她对吧 对 女生刚才说了 她害怕你 没有动力 所以她在逼你买房 你认同吗 认同 你喜欢这个男生什么呀 我喜欢他一点就是觉得他这个人 比较有情有义吧 是对你还是对别人 是对我比较有情有义吧 嗯 对你做过什么 以前在湖南的时候就是 本来我是很喜欢小狗的嘛 然后我养了一只笔熊 我那只笔熊好丢了 然后他就陪我一块找 那个时候他都陪我找了整整 二十多天都没找到 我就觉得这个人跟我 就是只是朋友关系 他能陪我找这么多天 他比我还关心 我觉得他这样的话对我挺好的 好 对未来怎么打算 答应他一年之内 我把自己的钱还清 买房的事情 共同努力 可能要三年 不要说一年时间 以后也不要拿压力 这种情况来要我 我问问你啊 等于你们现在在深圳 有一个便利店对吧 对 他对你的抱怨不仅仅是因为说 你欠了卖债他不知道 对吧 他也抱怨说你们沟通的太少 你自己也觉得沟通的少 为什么不一起帮他看店呢 对于这个店未来有什么打算吗 就是想把它排出去 然后去开个超市嘛 要扩大规模是吧 对 这个你怎么看呢 盘掉可以啊 但是首先你的先把你的债还上 来保证一年之内吧 可以把这三十万还清 这个可以保证 但你那个店要排出去 要么是多待两年把这个超市进起来 买房或者把店排那里嘛 把我们积蓄搭进去买个 给个首付 后面的分期付我来付 等等等等 你那盘店能盘多少钱啊 二三十万吧 你还有 我们现在手上还有积蓄嘛 两个人都 只要他同一个就可以了 还有积蓄啊 还有积蓄 人家问你要几万块钱 那租金你为什么不给啊 你是藏着东西呢 兄弟 三一厂上没有钱周转 那个三一会死掉的 这个客户 那你就直接说嘛 那你干嘛骗人家说你没钱呢 我也想他盘掉了 然后我们相似时间也会多一点 那如果他把店盘了 你们俩把手里的钱都拿出来 按你的说法是用做生意周转的 去交一套房子的首付 那你们下面做什么呢 就我还是拿我的车七分钱 那就不开超市了 好 这个您同意吗 我不愿意 因为这个店盘掉再去付首付 又要贷一笔款 那你每个月又要还月供 你首先你欠的那三十万的债 本身就有月供 那你再加上这个月供 那还得起吗 没关系我努力我愿意 不是说你努力就能做到 那那么多在压在你身上 压在我身上 压得都喘不过气来 来看看我们的老师们 如何解决这一对的矛盾 一起进入周比特问卷 我听到了全部都是钱钱钱 那我想请问一下两位 爱在哪里 如果你们之间的情感 只是由于各种各样的数字 在做维系 在做推进的话 那还有什么好谈的呢 今天来到爱情保卫站 还是应该去财产保卫站 刚才大家一直在聊 男方希望把这个店盘出去 中间是一部分资金 自己的一部分存款 女方的一部分存款 以这三部分存款来付首付 对吗 对 你既然有钱 为什么不肯拿几万块钱 给他付房租 我现在想问女生 你有存款吗 也有 你既然有钱 为什么不拿几万块钱 给自己付房租 都在算计对方啊 不光男方在算计 女方也在算计 怀里都揣着钱 就是不肯网出拿 女方在算计说 你除了这三十万的外债 好我信这是真实的数字 以外你到底还有多少钱 所以他才会提出 让你买房子 不然的话让我听起来 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让一个外债三十万的男人 买一套房产 给我住 这无异于是说 你看你把天上那个星星 摘下来给我 除非他觉得 你有钱 这是第一 第二 男方为什么一直在计算 你手里的那家店铺 因为他知道你有钱 所以你们两个 这么算计 过什么呢 两个被金钱纠缠的男女 是没有时间和空间 去谈论爱情的 我觉得你们俩就合伙做生意 挺好 祝福每一位 谢谢 谢谢左岩老师 除了 对互相的算计 应该还有对彼此的试探吧 确实我也有同感 我在你们刚才的一番沟通当中 完全没有听到一丝爱情的消息 女方说 你对他好 而是因为你们还不是恋人关系的时候 你曾经花了二十天的时候 很用心的帮他找他养了一条狗 那我跟女方说 这大概是你所有的朋友当中 一个比较靠谱 比较热心的好朋友而已 但那未必就能成为一个 有责任感 有担当的男朋友 好朋友和男朋友 可是天壤之别的两回事 所以在这一块 你心里也要想得特别清楚 我看资料 我简直不太敢相信 资料上面显示说你二十七岁 但是我在你身上 看不到一点朝气蓬勃的样子 一个我的感觉就是一个词 颓败 反正就是感觉欠了钱了 女方在跟你交往之前 并不知道这件事 但是知道之后 好像也没有特别震惊的表现 反而提出了另外一个 更奇怪的要求 就是要求你在一年之内 去买一套深圳房子的首付 我觉得这个也挺奇怪的 就是女方的安全感 是来自于 不管你欠了多少钱的外债 你能买一套房子的首付给我 写上我的名字 所以我就可以跟你继续好下去 我就有安全感了吗 我觉得你们两个人的相处模式 就完全违背了爱情的初衷 所以我也不认为 有什么必要在这儿保护 谢谢 好 谢谢蓝希老师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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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少吃点吃 多些时间去陪你 我只要尽最大努力去做的 其实我跟你在一块也是 看中你有情有义 觉得你可以做好 我们可以共同努力 虽然说在深圳来不起帮 可以在深圳周边 付个首付 不 三 四十万绝对没问题 对吧 好 这样我心里很开心 谢谢 准备回去好好住 呃 请亮灯吧 两位请回吧 谢谢啊 来 请关门 来吧 看他们自己的选择吧 请开门 我们一直在沈阳上学工作 现在呢 要结婚了 他父母要求他 必须回南方老家发展 因为就他这么一个儿子 但是我在北方 已经呆习惯了 我父母也不同意 让我去外地 现在他非得逼着我 跟他回老家 还要跟我闹分手 我该怎么办 在你想到解决办法之前 我先提醒你一点 这是一种远嫁的方式 但是如果选择了远嫁 你要想明白一点 你是否有能力 扎根异地 扎根他所在的城市 如果没有这种能力 那么就算你嫁得再近 想要回娘家都很难 但是如果你有这种能力的话 远嫁只是一张机票的距离 祝你们幸福 谢谢你的收看和陪伴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